來到第一條的Long Quack 那 Part A 呢 它就叫你找Angle Between Two Plans 那也是的啦 我們首先就 highlight 一個 Common Line 你見到它們重疊的英文字母就是 BE 那就是這兩個Pan 那個 Common Line 就是 BE 然後長方形很好的一個特性就是 它已經有一些 White Angle 已經給了你了 就是 ABE 和 CBE 這兩個 White Angle 已經有了 那所以呢 我們其實 平時做Angle Between Two Plans 就要自己去組一些線 裝上去同一條 Common Line Perpendicular 那這裡就很好 就是 AB 和 CB 就分別 和這條 Common Line BE 已經做一個 Perpendicular 那所以 Part A 那個 Required Angle 你就已經可以直接寫到出來 Point 都不用了 就是 Angle ABC 而 Rectangle 另一個特性就是 它們的 Opposite Size 是會 Equal 那即是 這個是 12 這條都會是 14 Tosite Angle ABC 就是 14 Square 加 12 Square 減 16 Square 除下 2 x 14 x 12 好 按好機了 那就會是 14 Square 加 12 Square 減 16 Square 除下 2 x 14 x 12 就是 Shift Cosite 好 那我計算到 是 75.5 度的 那所以 這個 Required Angle 就是 75.5 度了 好 然後去到 Part B 了 它這裡就有一個 Terms 呢 叫做 Shorter Distance Shorter Distance 那而呢 它就是 是 說的是 是由這個 Point D 放到 BC FE 上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現在呢 是說這個 Terms 呢 它要組一個 Shorter Distance 凡是說 Shorter Distance 大家要有一個概念呢 就是要組成 Projection 那即是你要將這個 Point D project 到這個 Terms 上 那我先說一個答案給大家聽 先 將這個 Point D Project 下去呢 就一定在 E F 這條線上面 那就會是這樣的情況 有個 Projection D' 那你可能會問 咦 為什麼呢 那原因呢 就是你把這個黃色的 Terms 呢 是那個地下 這個 A D E B 是所謂的 In Time Plan 那這裡立刻就會舉一個例子給大家看 好 那現在呢 我這裡呢 就有一個這樣的 類似剛剛那個的三角柱體 好 大家看著 這裡就有一個三角柱體 好了 那如果我將這塊 這塊真的是黃色的 這塊 我先塗一下 這塊黃色的那塊 好了 現在把這塊黃色呢 就躺下了 接著呢 那個 Point D 變成 Point D 就是這個位置 這點啦 你想想一下 把這點 如果要塗到黃色的這個Panel 就會這樣 有條 Height 拉了下來 看到嗎 好了 那所以呢 這個點 Point D 這個Point D 塗到下來 就應該大概是這個位置 這樣 這樣 你這樣扮上去 這樣扮上去 這樣扮上去 好了 所以如果我把這個 動起來會怎樣 動起來的Point D 是這裡的 現在看到我這點嗎 雖然難看一點 放大一點 這個D 這點是各位D 這樣捕捉過來 這裡 這裡就有個 White 這裡就有個 White Angle Triangle 好 那所以呢 Point D 是會去到這點的 他現在在問的東西 就是 這個 D D' 的 Distance 這個就是 所謂的 Sorter Distance 那大家要理解 整件事是在做什麼 現在要問的就是 D D' 這條線的長度 那如果你理解到整件事 其實在計算上 都很容易 好 那我們這裡寫回 Let D' Be the projection of D on to D C F E 完之後呢 那個的 Sorter Distance 呢 就會是 D D' 那所以呢 我們這裡就 看回 那隻Angle D E F 其實就是 75.5度 我們上面 save 低了 那 那 這裡就用回 那個Side Basel 那就是 D D' 除 14 就等於 Side Angle D E F 好 那所以呢 D D' 就算出來 Side Answer 乘14 13.6 Cm 所以 D'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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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3.6 Cm 啦 整條就是這樣去做啦 D' D'